我觉得我们未来这个桥梁 窗口这个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毕竟呢 我们国家经济体量这么大 增长相对比较快 而且呢 开放 期许开放 这个国家发展展论是非常稳定 所以呢 对于外商来说呢 中国这个这么大的市场 他们是不可能错失 他要发展这个市场 香港是一个很自然的 很好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 不管这个外回的环境怎么样 外回环境是肯定复杂多变的 但是我们在美国两制体制以下 国家给我们这么坚实的支持 我们有这么多年的体育 人才 经验 人墨 网络 网络 这些呢 只要发费好了 是一个方面可以贡献国家的 这个发展战略 同时间对我们自身的发展 是非常有充足的 这个发展战略 避充足的发展战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